清肠汤药 二十四孝之二 朝代西汉 孝子汉文帝 西汉时期 有一个皇帝 叫做刘恒 人们都叫他汉文帝 他是刘邦的第三个儿子 原本不是太子 却因孝随邪能 而被大臣拥上了皇位 他继位以后 没有一点傲慢之气 侍奉母亲伯太后 更是殷勤体贴 有一次 汉文帝的母亲 也就是伯太后 忽然间生病了 汉文帝心里非常着急 每天上完早朝 就急忙带着太医 去查看她的病情 看看太后的身体 有没有好一些 天气变冷了 汉文帝怕母亲着凉 就守在她的身边 以便随时帮她盖被子 天气变热了 又忙着帮母亲 扇扇子 吃蚊子 母亲休息睡觉时 她就让宫女们的动作轻一点 以免吵醒母亲 自己困了 就坐在母亲的床边打瞌睡 连衣服也不解开 已被母亲随时召唤 母亲口渴 她连忙端了茶过来 就连母亲喝药 她也要端过来 先尝一尝 试试着要苦不苦呀 烫不烫呀 觉得差不多了 才放心给母亲服用 汉文帝还担心母亲 因病而影响心情 就每天讲一些笑话 来逗她开心 太后看着汉文帝 每天这样忙来忙去 一天比一天瘦 心疼至极 就说 皇儿 宫里这么多人 都可以照顾我 你不要这么辛苦了 而我的病又不是两三天 就能好的 以后 叫公寓你们服侍我就可以了 汉文帝 现在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母后 母后不要担心 安心养病才是 孩儿自会处理好 太后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儿子 而感到欣慰 泪水 泪水 泪水再也忍不住 哗啦啦啦啦的流了下来 谁知 太后这一病 绝病了三年 可是 汉文帝呢 也整整整照顾了他三年 几乎没睡过一次好觉 汉文帝 汉文帝虽贵为天子 却如此照顾 久病在床的母亲 确实不易 她的耐心 她的柔和 她的勤劳 她的体铁 真正做到了 心有急 要先长 昼夜市 不离床 她的故事 传遍了四方 感化所有的官员 百姓 人们都称赞她 是一个人孝之君 天之君也 地之义也 明之行也